1973年10月6日 叙利亚和埃及突然袭击了以色列 想趁机夺回被占领了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 战争的头一日 以色列溃不成军 地面部队基本损失在尽 眼看局势岌岌可危 但奇迹发生了 从第二日开始 叙利亚联军开始放弃抵抗 到第二周的时候 战况就完全逆转 叙利亚被迫放弃戈兰高地 而埃及也退回了苏伊士运河附近 在优势这么大的情况下 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呢 1973年10月6号下午 以色列美俄夫人 接电丑国总统尼克松 在电话中他大喊着 以色列快要完了 救救以色列吧 但尼克松是谁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场战争的背后支持者是谁 如果美国贸然增兵 必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他当时就拒绝了以色列 但是他通过侦察机 也给以色列送上了一份大礼 那就是叙利亚和埃及的行军部署图 和全部武器资料 有了这些以后 以色列立刻把13枚核弹挂上了飞机 只要对方再敢发迹进攻 那这13枚核弹将会终结这场战争 另外以色列还派出了一支骑兵 直插埃及后方 不管从哪边下手 这场战争都将结束 但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下挂有核弹的以色列飞机 居然被击落了 而那枚核弹也被封杀掩埋 永远的消失在了那片隔壁滩中 直到29年后 一个老农居然从自家的农场里 挖出了那枚核弹 他当不知道这是何物 又想占为己有 所以就趁着夜色 想悄悄的运回去慢慢研究 见多使馆的孩子 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一枚炸弹 用手一摸居然还是热的 谁能想到一枚核弹 就这样要被当做垃圾卖了 没过多久 一个军火商人就上门了 他通过巡汇得知了核弹的所有信息 断定这就是73年以色列销售的那枚 12型裂变核武器 随后他以400元的价格当废铁买回来家 然后转手以5000万美元 就卖给了欧洲的一伙恐怖分子 他们又以重金买动了苏联的三个核武专家 在乌克兰重新组装了震煤核弹 随后运到了巴尔迪摩体育场 计划在几天后的橄榄球赛上 引爆震煤核弹 到时美国的各层重要领导人 都会死于这场袭击 为了把恐慌做到最大化 他们还把种种矛头都指向了俄罗斯 只要挑起针砖 这两家动起手来 那他们就可以推翻霸权主义 重新建立纳粹政权 尽管这伙人已经做到天衣无缝了 但三名核武专家同时消失 这件事立刻就被美国注意到了 他们立刻派出了特工彻查死士 但当特工赶到乌克兰时 这里只留下了三具尸体 从死亡程度来看已经好几天了 也就是说那枚核弹已经下落不明 为了尽快找到这枚核弹 特工杰克利用全球的谍报中心 彻底的清查了一片乌克兰的出港信息 这一查不得了 原来他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杰克赶紧通知上司比尔 让他带着总统远离体育场 接到信息以后的比尔瞬间愣住了 核弹在巴尔迪摩 那不管他再不带体育场 只要爆炸了 那总统和这里的所有人都将化为泡影 比尔意识到了事件的紧急性 立刻护送总统离开 再死亡来临时 这帮政府官员表现得非常称职 感谢观看 如果不是美国总统的坐驾给力 他必定死于这场核爆之中 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因为远在欧洲的恐怖分子 已经收到了消息 初步计划已经完成 此时的美国高层早就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 现在他们只需要天发火就行 恐怖分子立刻指挥自己的眼线 筛动俄罗斯空军基地去攻击美国舰队 并谎称美国的核武器已经瞄准了莫斯科 这些飞员一听 立刻驾驶着飞机就去执行命令了 但他们跟美国的自己的上司 也是恐怖分子 正在北海闲逛的美国舰队 立刻就被这架势吓坏了 他们随即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但为时已晚 美国舰队受如此重创 九死一生的美国总统再也受不了了 美国立刻下令空袭了这个俄罗斯空军基地 我不管你什么原因 你敢打我 那我就要反击 指令下达后 轰炸机迅速起飞 所造之处寸草不生 发迹袭击的俄罗斯空军基地尽说被毁 双方你来我往的攻击已经处于交战状态 但蒙在鼓里的双方 谁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恐怖分子所为 看着美国的可耻行为 俄军立刻出动了核潜艇 所有核导弹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而美国也不甘示弱 他们调动了部署在欧洲的所有导弹基地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杰克发现了天大的秘密 原来这枚核弹的技术 居然来源于68年的美国 他下意识地认为 是以色列当年偷了美国的技术 但深入调查以后才发现 当年居然是美国在暗中支持以色列 是美国故意帮他们完成了拥有非法核武 那证明这次袭击根本不是俄罗斯干的 而是另有他人 为了彻底搞清楚核弹的来源处 揪出幕后主使 杰克让特空卡尔深入以色列 来到了戈兰高地 也面见了那个当初挖出核弹的老农 但那受到核辐车的影响已经并入高荒 但他能清楚地认出当时购买走的军火商 卡尔瞬间明白了此时的来龙去脉 但此时美俄两国的局势 已经恶化到了顶点 两个超一大国 剑拔弩装 稍有不慎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 俄罗斯总统表示很无奈 被逼无奈之下 俄罗斯也打开了核武器发射架 一场儿戏般的大战就此打开 双方说百科战略核弹 蓄势待发 美方硕架BR轰炸机也已经起飞 直奔俄罗斯而去 俄罗斯总统看着美国来势汹汹 随即下令迎战 硕架战机直奔美国轰炸机而去 势必要在波兰领空上方就干掉这些轰炸机 美俄双方的紧张状态已经到达了顶点 发射核弹的密码箱也都准备完毕 密码也已经输入 就剩一声令下了 拿到卡尔德情报以后 心急如焚的捷克 利用老局长的证件进入国家军事指挥中心 利用指挥系统与俄罗斯取得了联系 并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了个解释 如果双方打起来 那最后授予的只有德国的纳粹分子 多年后 这些人可能带着德军重新席卷欧洲 甚至挺进美国领土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美国好战分子打断 很明显美国高层也有纳粹的眼线 这场核武战争已经必不可少 可杰克的话 却引起了双方总统的共同注意 特别是俄罗斯总统 北深他就一直蒙在鼓里 谁不知鬼不觉的被牵扯了进来 这样一说他瞬间明白了 随后他取消了所有战备状态 美国总统一看也顺势下了预 撤回了所有战机 并与俄罗斯总统成功建立了通讯 双方立刻言和 这场误会也随机解除 而背后的始作俑者 却没这么好运了 一个接着一个的被特工全部干掉 今天何往根据著名小说 恐惧的总和改变 在原著中 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操控的此事 目的就是为了报复美军掠夺中东 但由于当时拍摄此片时 怕引起恐慌 不得已改成了纳粹 让阿大夫死后也要背上骂名 不得不说 这是部冷战题材比较好的作品 他通过文字艺术 巧妙地表达了 美国和伊斯兰 共穿一条裤子的事实 然后用电影表明了 只要美国不作精 那全球无战争 我是书瑶 我们下期再见